三国这个乱世年代,各个军阀之间相互混战,从而呈现出许许多多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,而作为胜利的会得到失败一方的留下的所有,包括军需物资、城池、百姓、金钱、美女等,有道是美女配英雄,而英雄也会为了美女大打出手。 这就是所谓的冲冠一怒魏红颜,三国的无双上将吕布,就曾为了貂蝉而杀害了自己的义父董卓,而三国之中有这样一位武将,自己的妻子是位美女,但被自己两任主子霸占,自己还有心甘情愿为主子卖命,那么此人是谁呢? 此人可以说在三国被绿的最惨的武将秦义禄,自己的老婆和别人私通这个人会被说绿了,那么秦义禄的头上可以说是苍翠欲滴,如果用首歌来形容秦义禄,那就是爱上一匹野马,而我的头上全是草原,那么秦义禄为何会被绿得如此之惨呢? 令无双上将惦念的女子,在历史上并没有貂蝉此人,因此大多数认为三国演义的貂蝉原形是杜夫人,三国之对杜夫人外貌的记载只有两个字,异色,而大家知道貂蝉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存在,所以此异色应该指杜夫人的外貌是倾国倾城楚楚动人,而杜夫人的丈夫就是秦义禄,秦义禄本是吕布的部将,在历史倒是没有什么出彩的战绩, 此人的出名就是因为他的老婆是杜夫人,既然演义中的貂蝉,最终归吕布所有,那么秦义禄的老婆吕布是怎么得到的呢? 秦义禄是三国时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将领,根据史书记载,他原本只是一个洛阳的小兵,后英公升职为制线县长,汉末大乱时秦义禄选择成为吕布的部将,并随他南征北战,作为一个武艺平平,智谋普通的卑将, 却娶了一位与他严重不相称的妻子杜氏,两人还一同生了个儿子秦朗,秦义禄的上司吕布原本就是个色中恶鬼,不将门前脚出征,吕布后脚便撬了他老婆的门, 而杜氏是吕布最大的猎物,因此吕布频繁派秦义禄外出公干,等秦义禄一走,吕布便爬上了杜氏的床, 虽然秦义禄内心十分痛苦,但为了保命,却全当没听见,当时吕布乃是刘备的客将, 驻扎于小沛,或许在此期间,关羽偶尔看到了整天与吕布私混的度势,从此记在了心里, 吕布作为秦义禄的最高领导,再加上吕布此人是英勇无敌, 即使光明正大的侵犯秦义禄的老婆,秦义禄也敢怒不敢言, 因此秦义禄此人为人懦弱,性格软弱,其次秦义禄起初只是一个守成的士兵, 无权无势,怎么会逗得过吕温侯呢?既然吕布侵占了秦义禄的老婆, 那么秦义禄是怎么对待吕布的呢?虽然秦义禄的老婆被吕布侵占, 但秦义禄还是忠心耿耿地效劳,帮助吕布出使袁术, 把自己的妻子留在下批,而自己娶了袁术的宗女, 所以秦义禄的心态是你亲战就亲战吧,我自己再娶个,不是怒而己反, 反倒是心不在焉,令关羽,曹操争风吃醋。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是中意的代表,曾经拒绝曹操给予的高官后路, 金钱美女,只为了一心追随刘备,但在跟随曹操包围吕布期间, 关羽请求曹操把秦义禄的老婆成为自己的妻子, 因为自己的老婆无法生育,曹操对于关羽的喜爱是众所周知, 连赤兔马这样一等一的宝马粮居都送给了关羽, 现在关羽要求自己办事,曹操是心人答应, 但关羽这事说了一遍,没多久又说了一遍, 这引起了曹操的怀疑,于是在成破之时, 赶紧去看看这位关羽心惦记的杜夫人, 曹操一看不打紧直接是自己留下, 而关羽内心是十分不情愿的, 最终这位杜夫人被曹操所得, 作为杜夫人前夫的秦义禄也投降了曹操, 自己的老婆被抢还能安心的为曹操服务, 更为离谱的是,曹操把秦义禄的儿子秦郎也收了, 曹操把秦郎收为继子也对他不错, 公元二百年一代昭事件爆发, 刘备唯恐被波及,于是假借讨伐元术脱离了曹操这营, 而此时秦义禄正好在刘备的军中, 女士张飞对秦义禄说, 人家抢了你妻子,你去为他卖命, 别人都把你笑死了, 你还是跟着我一起背叛吧, 起初秦义禄确实被张飞说动了, 但走了几里,秦义禄又反悔了, 这样的窝囊费怎么可能雄起得了呢? 张飞见秦义禄如此恨铁不成钢, 于是摇摇头叹了口气, 随后用杖拔蛇毛将秦义禄捅了个透心凉, 在三国之中张飞的性格是极恶如仇, 实在是看不惯秦义禄这副德性杀了秦义禄, 因为张飞对待自己的老婆是比较好的, 只是不知道若关羽得到了杜夫妇人, 张飞会不会杀掉秦义禄? 秦义禄为曹操而死, 这可把曹操感动坏了, 为了报答他, 曹操决定好好地照顾秦义禄的妻子和儿子, 于是曹操和杜氏一起生了曹林, 曹滚和金香公主, 至于杜氏和秦义禄的儿子秦郎, 曹操也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, 每次开宴会, 曹操都会带着秦郎, 然后对宾客们炫耀, 不知秦义禄权下有之, 会不会感谢曹操的祖宗十八代呢? 曹操死后, 秦郎受到干侄子曹瑞的重用, 不是因为别的, 就是因为秦郎为人窝囊, 贪生怕死, 为了不出怒这个磕查的大侄子, 秦郎既不进谏, 也不为国家举荐, 哪怕是一个贤才, 而曹瑞也将干叔叔当成一个姓臣, 整天喊他的小名阿苏, 没有任何尊重可言, 不过秦郎也乐得其中, 因为很多人知道他与皇帝的关系, 于是争相去贿赂他, 时间一长, 秦郎便成了个大富翁, 然而曹瑞死后, 秦郎立即失势, 在流放孙姿两位秘书的操作下, 秦郎失去了一切官职, 也不准出路恭敬, 为此秦郎还是流下了眼泪, 不过幸运的是, 秦郎却因免职而因祸得福, 没有卷入曹魏后期的政治漩涡, 保全了家族的性命, 而热心政治喜欢搞事, 与自己同为曹操继子的阿燕, 则便一灭三足, 虽然秦氏父子没什么节操, 都很窝囊, 但在乱世, 这却是难以指责的, 但从结果来看, 秦郎立就是三国头好窝囊将军, 而杜夫人跟随曹操以后, 有了相对美好的人生, 虽然在古代女子的地位低下, 但想必也没有哪位女子, 希望自己总是被侵犯, 后杜夫人和曹操育有两子一女, 也算过得上安稳的生活, 综上所述, 秦一路确实不是一般的惨, 因为惦记他媳妇的人都是重量级人物, 一旦秦一路有丝毫的不满之心, 想必都会招来杀身之祸, 这也是乱世小人物的悲惨命运, 狱主不嫌必遭祸害, 那么你认为在历史上, 有比秦一路更惨的人物吗?